但其實它的滴水是自己剷進了 但這個沒有了分別 滴水生得很快又很長 我就拿個剷剷就剷了 Hey 大家好 我是Ricky阿三 每一集加油改造我們都很想打造一下主角的外表 但近幾年一直打造的時候都會發掘到主角的內在 好像今集街頭改造的主角一樣 你只看他照片你會知道他的外表可塑性是非常之高 但他寫給我的時候 他說他是一個生無青年 不是好知自己想怎樣 沒有什麼目標 同時最有趣的是他很想成為主角 但又不想露面 他很想被選中 但又不想被選中 我不知道他想怎樣 但anyway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興趣就是抱石 所以今集不如大家和我一起發掘一下這個主角 Tony 我收到你的履歷後 你所說的三夢 你當時的定義是什麼呢 那三夢 沒有夢想 沒有目標 很多都沒有 沒有人生價值 說到這麼嚴重的 為何你說到自己沒有目標 沒有夢想呢 因為我好像人生 除了我上學做運動 我好像什麼都沒有 其實我沒有太多社交活動 燒約朋友出街 我比較喜歡和自己相處 自己和自己相處 對 我基本上一天都三分二都在家 但你是喜歡留在家 對 很舒服 但那個沒有目標的線 你接下來是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還是怎樣 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因為就來畢業 其實都沒有什麼目標方向 畢業業做什麼 是繼續運動 還是找某一個行業去投入 其實都沒有清楚知道 但是你是讀雙科和Language 其實你為什麼要讀呢 我對語言上有興趣 可能想繼續進修 因為我中學有個小目標 就是想學懂新的語言 和新的語言去認識女生 好厲害 即是用新的語言去認識女生 你想認識什麼人 很多地方都有想 日本 法國 也挺好 有這個目標 我覺得她的性格其實都挺樂天的 內在 所以我覺得要給條路 還有給個方向 給一些行動 還有給一些價值 我覺得出Pool應該沒有什麼難度 那還有呢 運動方面越來越厲害 因為我本身有玩普世 有魚無球 可能如果參加比賽可以獲得獎 或者可以 但是為什麼都說到好像沒有什麼目標 運動和我人生好像分開一樣 我人生應該是專注其他方向的東西 運動又好像想不到上我的積極 或者未來方向 好像一個運動的我 一個社會的我 混合不到一起 運動可能只是專注運動 但我不想運動連結到社會工作 工作就不想跟我的生活連在一起 矛盾 矛盾 他的人 就是那些我想這樣做 但是又不知道這樣好不好 然後就這樣就不做 但是隔一會兒又想再做 外表呢 為什麼想參加這次的改造呢 因為我平時很少拍照 有小時候都很少拍照 但我基本上都不繼續拍照 自拍不會 如果人朋友要拍照 我都會靜靜地走開 不留任何記錄 對 然後越來越覺得自信沒什麼 然後我看到鏡頭越來越多 黑頭暗瘡 好像越來越洋水 而且我都想如果參加改造節目 如果是有個全身的或者靚仔一點 如果之後有子孫可以 留傳後代 即是要留傳後代有子孫 那樣留傳後代 OK 我希望你子孫是見得到你現在的你 還有真的改造之後的你 真心 我覺得那個可塑性是非常之高的 你又一七五高 我覺得運動底的身形都會好看 我又不太擔心 不過純粹只是感覺 好像不太能找到方向 所以不如今集的改造 我們不如一起跟你找一下方向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將你的運動 將你的生活 將你的外表 以及我覺得將你的想法 可不可以拿到一個共識出來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你這麼有信心 我相信紐粹 我覺得外表上的改造真的不太難 但反而我覺得想改造一下他那種不安的感覺 找到一些方向和目標 心態去改變應該就改造得到 所以重點不是我的外表 重點是他只要內在夠自信的話 其實所有東西都可以展現出來 因為他有的是實力 今天我們是來弄髮 剪頭髮 看看是否有顏色 但其實他的滴水 是自己剷進去 但這裡其實沒有很多區別 這滴水生得很快 所以我留意那些會很牽難 又會牽得很長 所以我就拿一個鏟鏟 應該是過禮拜前的 我說什麼一個月 如果自己弄的話 不是不行 但要比較難的技巧才能做到 可以試一下 但最好先訂定範圍 這裡我會由短 剪長 剪長 這裡儘量保持長 後面也是 剪掉的 因為很長 那陰的頂部 我們也是剪到眉 再加一點 有做過護膚嗎 化妝水 護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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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 沒有啦 凡事勒 那怎麼用凡事勒 好像夏天 我看這些文章 她說夏天不應該用太幼的東西 對 Wiki的影片 經常在Youtube上彈出來 我會按下去看 她開始提倡男士護膚 男士化妝 我就有興趣 這樣多了照鏡 多了照鏡 就發現了很多自己的問題 然後就 讓自己要著重這方面的東西 額頭我看到你是多暗瘡 反而可以有很多事情做到 不做開護膚 就學習做護膚 除了凡事勒 也會做很多事情 先默默 Tony皮膚狀態 其實質感很好 乾性皮膚 摸上去的質感是不錯 但她很少做護膚 而且她不太懂得做護膚 所以差很多暗粒 黑頭粉刺在臉上 所以這件事是我最想解決的問題 我看你上次很乖 不知道什麼是暗瘡貼 然後馬上就去買了暗瘡貼 護膚要學習 要買阿里斯 這個年輕人應該有的學習態度 整塊臉 因為我覺得她的膚色很暗 第二就是她的底層也有點髒 所以先做了清潔面膜 溶解了一些黑頭粉刺 油脂分泌等等 做完之後 整塊臉馬上就變得很白 第二部分就是做大量的保濕 爽膚水 保濕水 精華液 精華啫喱 甚至到霜霜 我覺得都要有不同的保濕產品 塗在臉上 你再感覺一下究竟夠不夠滋潤度 我覺得才可以做這個測試 之前對化妝有少少概念 但不多 不太知道化妝要做些甚麼 就是看見是否化妝要化得很厚 可能有少少懶 就不會想去接觸 這次就會大開眼界 主要都是幫她修眉 第一 因為她的眉 雖然很好 有去看Wiki的影片 學習如何修眉 但她就剃到自己的眉風 就好像沒有了 整條眉其實就有點奇怪 一定要幫她修眉 然後就幫她遮瑕 因為其實她最大的問題 都是額頭的暗瘡 還有少少黑眼圈 其實她本身皮膚又不是太差 除了額頭的部分 我覺得 我之前看Youtube看了一條片 把輪廓在這裡化條線 把臉部收細 我本身臉部很小 你還要收細些甚麼 那為何一直不去試 因為不知道要買甚麼 最簡單的男生就是遮瑕和滑眉 已經很足夠了 其實我覺得牌子都沒甚麼所謂 最重要是產品質地 如果你關心的時候 可以直接下檔 叫化妝師幫你試 然後你自己可能感受一下 你覺得質地舒服 適合什麼 你才買 但我自己一個人去 會有點尷尬 其實現在很多男生都會去 而且很多檔 都有男的化妝師 如果你只是拍檔 你也可以去找男生幫你 其實這件事也很普遍 很普遍 我覺得她一開始給我的感覺 就是想做一些韓風的髮型 但其實我自己看到 不純粹只要很標誌的韓風 因為她的樣子已經很標誌 所以反而喜歡 令到她有少少韓味的豆豪頭 凌亂感重些 還有頭髮有些嬌型的感覺 反而覺得會向她 我們這次想表現的樣子 這次的服裝我不想太單薄 所以我有一個主題 叫做City Boy 配搭她這些21-22歲的年輕人 而且她是有Layering 可能是一件襯衣 再搭一件V領的冷衣等等 褲方面就不要太窄身 同時我預備了一頂帽給她戴 整個感覺我覺得很自在 但同時我想改變她本身身型的問題 因為她是身長腳短特別去做抱石 所以身是特別長的 如果你有一個Layering在 而且衣服都是闊身一點的話 其實可以將她身長腳短的比例 好像遮蓋她 亦都看上去身形就會高一點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大的特色 這個造型 最大的變化是個人的外貌好像提升了 皮膚好像白了 多了很多層次的衣服 整個外形可能被人的感覺會不同了 平時可能往前會有些不開心 看到很多瑕疵一粒粒 今天會看到很多遮瑕就沒有了 所以會開心很多 開心喜歡 對 你有沒有想到後來的想要怎樣 想到跟運動分開 我打算一下 為什麼這麼想這樣 因為在攀石工作 我覺得會沒有熱情 攀石裡你最想做什麼 追求一些 在攀石上我想追求輕鬆一點 如果可以越攀越厲害 都會開心很多 最主要想自己開心一點 如果他保持住這個位置 就會可能自己的熱情 開心一點 就會慢慢消磨 你覺得要賺錢 賺多少錢 你覺得才夠嗎 基本生活條件可以滿足 如果賺錢可以有安全感 我會經常有危機感 即將來有一天 可能有些東西現了 即突發的東西 就意外上儲了一些錢 就準備好之後的東西 又或者可能 當時要發展一些 不知道什麼方面的東西 我也有筆錢 就可以做到 對 我覺得有這個態度好 即你有這個危機感 很好 但是 剛才你說的一件事 就是 很多未知 在未知的過程 一是買保險而已 第二件事就是 你找一些未知的變數 例如 我真的五年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 要去澳洲 或者去外國 我知道 瑞士 芬蘭 美國 南美 有很多國家 其實是需要這些攀石的人員 如果 那是一個目標 那你就會知道 我要儲十萬 要儲二十萬 要儲三十萬 我就已經去到了 你就會有目標 你就會知道你今天做些什麼 熱情是不會減退 因為你都可能在做抱石 可能甚至在做其他工作 但是你知道 十年之後 然後我對抱石的熱情 是我有一個機會 可以去其他地方 那你就會繼續 滿足你的熱情 我覺得人生最慘的就是 不斷做一些 你沒有覺得 沒有意義的工作 但是你要不斷做 最主要是要有個興趣 令自己開心一點 對 我們每一個人 都會對某些東西 很有熱情 就是延續那個熱情 你才覺得人生活 真的有意義的工作 好過你為止 你錢也重要 我們不就是 用夠錢 去養個興趣 對 對 用夠錢去養我們的興趣 我覺得你可以 對 因為真的很難 我抱不到那塊石 我經常都很想在加油改造裏面 改變到大家的外表 但同時也改變到大家的內在 好像今集的主角一樣 我想很多的年青人 都和他可能都對自己沒什麼自信 很需要大家的鼓勵 希望你都傳遞到一些愛 甚至給他一些鼓勵 記得在下面留言 鼓勵多些你身邊的朋友 他們都可以拿到這份自信 繼續走下去 實現他們的夢想 今集加油改造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小鈴鐺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和Youtube再見 拜拜